男孩来到食堂吃饭,看见喜欢的女孩坐在不远处,开心的连忙走了过去,听到海姨和闺蜜在讨论各自对食物的喜好,还发现海姨和郑宇有共同的爱好,两个人之间有一种默契,善号也想和海姨有同一种喜好,连忙把手里的凉拌面和朋友的冷面进行交换,善号看着海姨和郑宇相谈甚欢的样子,想起昨晚去就被困的海姨时,看见海姨和郑宇抱在一起的样子,心里默默的难受起来。 第二天训练时,海姨和闺蜜一起对着郑宇调皮的撒娇,郑宇严肃地叫他们去训练,可当海姨走后,郑宇不自觉地笑了起来,而这一幕刚好被善号看见,不禁回忆起下雨时两个人的场景,善号更加难受起来,海姨的不在意让善号训练时心不在焉,动作也总是做错,还对纠正自己动作的郑宇发起脾气来。 副队长健壮连忙叫大家休息十分钟,善号来到一旁喝起水来,看着和别人开心聊天的海姨,觉得自己刚才那样的行为真的没有意思。 善号拿着一瓶水给海姨,看着海姨漂亮的样子,善号觉得心里的不开心完全没有了,还站起来和大家说重新开始训练。 结束训练后,战宇拿出了海姨和善号的加练形成表,海姨看着形成表有点生气,觉得训练时间霸占了太多个人时间,还耽误了做坚持和考试,海姨说出没有办法配合。 善号看见这样的海姨,不由得露出微笑,随后在队友之间的讨论会上,大家为了能够减少训练时间,决定去隔壁学校偷拿应援歌曲,这样就不用辛苦的训练,海姨觉得这个主意不错,于是决定用抽签的方式,谁选中谁就去执行这个任务。 海姨很幸运的被选中了,善号看着海姨的表情觉得特别可爱,晚上公交车跑,善号告诉海姨隔壁学校有熟人,海姨高兴的看着善号,善号提出让海姨好好考虑和她交往的这件事。 距离当时提出的期限只剩下三周,海姨没想到当时不经意说出的话,善号竟然当真了,随后善号问起海姨,觉得队长振宇怎么样。 听到答案的善号以为海姨真的对振宇没有任何爱意,不明的开心起来,隔天来到图书馆的海姨,看着眼前的振宇,总会想起昨晚善号对自己说过的话,让海姨心里有点在意,在振宇睡着的时候,看着说梦话的样子,会忍不住偷偷看着她。 还会不自觉的拿起一本书,帮她挡住阳光。